阿富汗大局扫毒 过去四个月在北部的巴格兰省 销毁约6000公顷的因素田 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2022年4月颁布反毒政策 禁止种植因素 并积极取缔鸦片交易 为了全面控制毒品 塔利班部队会突袭检查 违规种植因素的农民 并摧毁田里的作物 其实阿富汗曾是全球鸦片最大生产国 但毒品禁令实施后 因素种植量很快就大幅下降了95% 警方表示将会持续取缔鸦片 直到完全根除毒品问题 在阿富汗因素大幅减产后 缅甸是目前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经济总值估计会达到 10亿美元至24亿美元之间 JOSHA综合报导